这是本赛季中场联赛第一阶段第九轮的一场比赛的交锋 角球做一个地面的传递配合直接打 这是奥斯卡在边路角度不大的情况之下 直接正脚被立起来射门 远段杨世元急急忙忙的来了一脚传中球 球球又高又飘直接出现 他现在和王秋名的位置有的时候是乱的 如果高达特与参与军工就在这个区域 恶大的空荡 门蜜蛇维奇倒在地上口中念念有词 不知道是不是说我今天怎么那么倒霉 开场到现在后脖梗前脖颈连续遭到对方 这个手部动作的袭击 刚才应该是回防过程当中的鱼海 安娜多维奇脚跟在船上来 配合做的非常的轻道 但是最后霍尔克射门受到了对方防守球员的干扰 准备是左脚发力变成了一条捅射 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俩之间的配合突然又变相自己吧 屁了 霍尔克已经是第二次使用这种静止状态的 静止状态之下突然间启动 马尔康个人的射门打到对方防守人身上弹过来 到另一边 不射 别放球进了 王球名 保利尼奥 保利尼奥精彩的左脚弧线球的兜射 打到了门柱上弹出来 二点球 王球名 眼疾脚快 骨射凤文 一个是保利尼奥我们说 他踢球那种感觉呢 真是有点老球迷的味道 首先这球他拿下来球的时候一点不着急 都知道他的左脚好 但他一点不着急 走着路来 突然一变 马上就蹭后脚 然后王球名 冒了一场的风险 被打反击 但是他这次上来之后 真就得分了 是 中场 和我爱幸福 自己传球出现了失误 华尔克 看这球 华尔克我们看 反向斜传过来 找阿脑特围棋 球传得非常好 回来看这球 就在慢镜头回放过程当中 上海上岗队快发脚球 在边路做了一个配合 在传中传进来 我们看一下 看这道船子面 头头 以上龙饼高 越接近底线 船中的落点 就会越有攻击性 王球名 他是应该抽劲的 他不但跑得多 另外他的跑动 都是以充斥为主 是充斥为主 一个是王球名在为这换人 另外一个保利尿 是不是也该挑战 因为现在整个华尔幸福 看剩下的时间 攻击性也不会太 马尔康 马尔康认为 不是自己把球碰出界外 结果呢 还跟 跟王神超 发生了头脚 虚晃一枪 没有胜门 谁在进去里面 很好的机会 漂亮 二比零 第一个呢 前面马尔康就表现 全是假象 什么跑不动了 他最后还能跑 所以上岗球员 以为明米舍维棋 可能会往边船 会带走的话 都站在原地 没想到马尔康 突然启动 越位 没有 不越位 正好不越位 这是谁的位置 李胜龙 回来帮着防的位置 那这样比赛结束了 再见